我不说 我不说 你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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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了 住手 干什么你 你小乙父爷爷 他欺负我 谁先动的手 他先动的手 他先动的手 不是 他先动的手 我打不过他 喂 哎 大美啊 啊 我马上过去啊 哎 你等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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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着 我等着 此仇不报 我不是男人 你是 你干说的啊 你是真男人 你说对 你等着 小乙父爷爷 此仇不报 我不是男人 你已经不是了 他养狗 养狗你就打架 他家狗吓我小米粒 我不得替小米粒报仇吗 小乙父爷爷 你帮我行不行 你帮我揍他 你还帮你揍他呢 你不帮我是不是 好啊 你不帮我 你不帮我 这仇我也得报 你怎么报 我想想啊 对了我想好了 等天黑之后 我拿个大棒子 我参加楼栋子里边 等他一进去 我给他扮倒 在这儿我放个大石头 让他磕石头上 那你准备把它磕成啥样啊 磕的他生活不能自理 行 你这个方法 小乙父爷爷支持你 好 我求半个去 你回来 我给你算笔账啊 我给你算笔账啊 你这么一磕他 他是不是 没准啊 整不好 就生活不能自理了 对不 对啊 有可能就没了 不怕 我就气了 你这就被抓起来了 怕无期徒刑 甚至死刑 那我也不怕 那个小乙父爷爷我啥也不怕 可以 你不怕 你爷爷呢 你爷爷就把自己的房子搭出去了 得陪人家 孙子也没了 你爷爷是不是得哭 那是我亲爷爷指定得哭啊 是啊 你爷爷哭 完了就吃不下饭 完了就瘦啊瘦啊瘦啊 你想想 瘦到最后就剩个大脑袋了 从远处一看 竹竿上插个西瓜 咋办? 那也太惨了是不是 那我震的 我不让他磕石头上了 哎 我有办法了 我呢 我 我扫他 我把他腿扫折 这行话 扫几条腿啊 他两条啊 两条腿全扫折 扫一条行不 那也不行了 那最少也得判你三年呢 我不怕 我屁了 是 你爷爷呢 你爷爷是不是又饿了 啊 完了就瘦我瘦我 你判几年 三年呢 对你爷爷饿三年 完了就瘦的呀 就剩一个猪肝 上面插个李子 咋还小了呢 饿的呀 我爷爷 我对不起我爷爷了 你对不起你爷爷 啊 你是不是喜欢小米莲 对啊 完了 小米莲咋给了啊 嫁给别人了 啊 正好嫁给田笨们 田笨们他爸多有钱呢 在海边买个别墅 国家政策又放开了 他俩是你生孩子 哇哇哇哇 生完以后 两人相亲相爱 大海边上 你咋办 我爷爷 小米莲 我是不是太惨了 惨啊重要 重要的是你失去自由 什么铁窗 铁锁链 我在老豪中 行啊 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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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见 你别唱了 你别唱了小米莲 你别唱了 我过个方式醒了醒了 什么方式 我拿个绳 我拿个绳 给他 给他绊倒了 完了 我拿脑袋磕地上 让他们 把他眉牙磕那四颗 行不行 那不行了 那就不能判刑了 你就拘留15天就够了 没事 我解气的 我不怕 你爷爷 你爷爷饿 你爷爷饿15天 从远处一看 一根猪肝上面插个棗 这还越来越小呢 晒的都脱水了 那个 你先等会 先别说我爷爷 小米莲呢 小米莲是不是又嫁给甜嫩嫩了 没有 这回面 小米莲对你还是真挚的爱 你不进去了吗 小米莲一想 难过 痛苦 完了就去游泳去了 那他是高兴啊 高兴啥呀 他不会游泳 枪着了 然后 一个好心的渔民从这经过 把他救了 他俩相爱了 从此度过了一生 那这个好心的渔民是谁呀 好心的渔民不知道是谁 反正就掉四颗门牙 大琴子呀 那么我可掉的嘛 对了 大琴子不有大美吗 大美在小米莲面前 还美吗 大琴子一群别恋 小米莲一身相许 俩人过上了喇叨 在海边上买个别墅啊呀 你 你怎么办 我太惨了 我失去这 铁门 铁窗 小姨夫爷爷 这仇我还抱不抱了 想复仇是吧 想 复仇的最高境界 就是宽容 宽容 你只要宽容他 你就算赢他了 明白吗 我相信 你现在打个电话 给大琴子 你说对不起 你看他怎么办 大琴子 你来的正好 我正要报复你呢 你还报复我 不是 我是说 报复的最高境界 是宽容 对 咱们才勾尔了找宽容啊 谢谢你 让我去掐死 你要干啥 我掐死他 掐死他 你也活不成了 我是目击者 我不得报警啊 警察一来 把你逮进去 完了 你住几居室 人是啊 全赔给他爷爷了 凭啥呀 你把人孙子掐死了 你爱大美是不 大美跟着房子 一块儿嫁给他爷爷了 凭啥呀 因为他爷爷是隔壁老王啊 你这不行 不能嫁给隔壁老王 那行 那不嫁给他爷爷 嫁给 他 小恰 小恰不是让我掐死了吗 后来就活了 成了植物人 大美就跟他相亲相爱 哎呀天天 你咱不敢说 弄香 哎不对啊 这怎么都你说了算呢 我说了不算 你说了也不算 你说了更不算 起来 他说了算 东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咱们中国老百姓都要听他的 是 是都听他的 哎 你干啥的你是 你给我起来 我干啥的 哎呀不行 我现在堵着我 我难受 我要报复他我 你想报复吗 嗯 还是那句话 报复的最高境界 是宽容 你俩 走到跟前 互相拉住对方的手 说一句对不起 来 来呀 你俩不出来 别开玩笑 快点点 哎呀我也说不出来呀 我走了 哎呀别走 别走 哎呀别走啊 对不起啊 大琴哥 是我先对不起你的 你别怪我啊 是我小气了 抱歉啊 哎呀倩儿 你看弄得我多不好意思啊 是我对不起你 你看那街坟邻居住着啊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你说有点事 我就老怼你啊 怼你啊 那对不起啊 你怼我倒不怕 你家那狗啊 太吓人了 是啊 挺好的邻居 你说因为我个狗啊 你说弄得咱俩都不好了 是 我回头把他拴起来啊 哎呦 哎 哎 就少 这又打起来了 快松开松开 哎哎哎哎 这个手可不能松开 对对对 不能松 我们俩呀 在互相报复呢 哈哈哈 啊 啊 你觉得报复最高这些是啥吗 就是宽容吗 哈哈哈 哎呀小姨姑你太厉害了 你怎么让他俩和好的呀 你先说说 为啥他俩打起来吧 这么回事 嗯 我今天去公园啊 看见大琴子狗在那儿 特别可爱 然后我就伸手想摸他 这时候大琴子在那边一喊 那狗就冲我叫 要咬我 然后我就吓哭了 哇 倩一看我要哭了 就说要替我报仇 完了 不咬你 他所有人都不咬 狗是人类的朋友嘛 对 哎 我呀现在跟我那弟弟说好了 我让他把狗好好训去 你看现在训得可好了 可恋了 都有性狗猿了 当然了呀 在哪呢 帮你弟弟啊 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来 给大伙表演一下 咱们大伙一块给他鼓鼓掌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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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这边 好 好 走 我们大家记住了 报复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欢迎 走 走 走